CHEIN 妹妹 我要摸摸茶 不是說賣茶 payroll嗎 早安 歡迎收看環保大富êm 哇 這一盤我整個回憶有限 歡迎與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廣告甜心 AKA 美愛的女神 歡迎啦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從哪裡來 從你心裡來 我從你心裡來 我看到你在MV裡面出現 尤其是那個小鬼哥的 超喜歡 而且那時候我是去花蓮 我想說 哇 那個地方怎麼這麼熟悉 然後就是你的MV 紅茶店 紅茶店小妹 剛好他也很喜歡喝北阿爹 不是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到底為什麼會有北阿爹女生這種稱呼啊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有合作過 他來的時候剛好是我出去鬼混的時候 然後他就在桌上放了一瓶北阿爹 我想說 哇 怎麼會有一個女生 會喜歡喝北阿爹啊 結果就是他 我覺得你這個真的是很深的偏見 到底為什麼女生不能喝北阿爹 先說我們沒有業配北阿爹而已 今天以前你有吃過的花蓮嗎 我完全沒有來過 可是我今天其實還蠻期待的 畢竟我本人就是一個很敢吃的人 我們家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不用他平常外帶的食袋啊 來用這個 謝謝日日便當提供的便當盤 那你知道我們家玩的方式很特別嗎 是用大副喔 遊戲規則 以大副的形式為基底 全程使用環保餐具來吃夜市美食 不過人會像店家拿原本外帶的使用包裝 並且收集下來 過程中不分隊伍 走完一圈就算結束 版本上有圖的就是指定好的樂華也是經典美食 有志的部分就是自行在夜市裡面發掘新的美食喔 裡面還有機會跟秘密的卡牌可以使用 耶 開始出發 去吃吧 好餓喔 趕快 趕快 我們只有一顆骰子 所以最多是六 第一台 那這個神仙肉比較可以嗎 你你你你 我來嗎 來來來來來來 來灑一下 5 1 2 3 4 欸 這是什麼啊 你覺得這像什麼 一個辣的 對這是辣椒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來 波濟麻辣臭臭 這次臭到我 聽說很厲害 我覺得很適合的用飯 聽說非常的厲害 我反正就是現在肚子最餓的時候要吃的正常 是不是 你現在就前往我們出發 GO 旁邊那個招牌有看非常厲害 兩個都點 好 一份臭豆腐加鴨蟹 還有一份 招牌油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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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這是幸福一種 有多幸福一到十分 差不多 抽點子 來到了這間 波濟麻辣臭豆腐店 我們點了油飯 招牌 跟 臭豆腐跟鴨蟹 臭豆腐跟鴨蟹 吃一口油飯 嗯 嗯 油飯是滴滴分明的 然後不會非常的利 而且它上面有這個香菇肉燥 我覺得它比較有吃 很能吃耶 我覺得是滴滴分明的耶 還是你以前吃過的油飯都是這種 超 天硬啊 超超超黏 不過我覺得它的蝦米味道很香 它那個香菇味很香 你吃到我怎麼幹嘛 我平常不會吃啊 但我覺得可以挑上它 喔 很辣耶 很辣嗎 嗯 那我不能吃 好辣 這個辣中有一點 有點辣 不曉得水不多啊 水不多啊這麼嚴重 嗯 欸 它好辣 它這個菜是用高麗菜去醃製 它是辣辣的 然後配上它的油飯 也是 雅維說的偏Q感 綜合起來 口感可是蠻高的 我今天默默吃了抽豆腐 我是想講 它抽豆腐就是很入味啊 它整個你吃下去 你就是吸到它滿滿的湯 一點點辣 不會到辣嗎 嗯 有臭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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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豆腐夠臭才會香 嗯 真的很辣 誰跟你說小辣 好辣啊 你怕辣嗎 有一點 就我覺得這個 就很辣 那我吃吃看 好 可以罵到人中啊 然後鼻頭都在流 因為你怕辣的話 應該不會在菜單上 寫到麻辣湯 喔 還好 好吃嗎 好吃 辣嗎 這個還好 棒Q 因為這真的好好吃 嗯 嗯 這還好 怎麼樣昏吃是不是 黃昏吃耶 它也有吸一點這個麻辣湯 它不會吸太多 不會像後豆腐一樣 飽滿的湯 直接炸在你嘴巴裡面 嗯 就真的很好吃 我們剛剛吃完了 鍋季麻辣臭豆腐 我覺得非常開心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就如此的深得落心 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是每個東西都很好吃 鴨血臭豆腐 還有油飯 油飯 超愛的油飯 好香 那我們現在就往下一家 對 對 對 你是不是很想喝飲料 沒錯 我們去喝 樂華很有名的樂華酒香 很香的 GO 我們剛剛點了這個 頂級紅玉紅茶 就是它這家店好像是 樂華夜市這樣有名的 它招牌就是無糖的飲料 超好香 欸它的茶還不會很澀 還不錯 真的喔 你喝一口 是不是滿順口的 滿清爽 不會不會苦 那我從今天開始可以喝無糖飲料 你的啤酒要變成 無糖啤酒嗎 本來就會喝無糖茶 剛剛蒐集到的這個啤酒 跟一條吸管 收到我們的環保百寶袋裡面 等一下 你要用這個閃是不是 好 來啊來啊來啊 你怎麼要先挑釁的感覺 來啊來啊來嘛 來嘛來嘛 四 一二三 杏仁茶 那我們就前往杏仁茶囉 GO 來到了 單身有飲料 杏仁茶 加一條 然後現在想喝熱的杏仁茶 加一條 很傳統 好口喔 真的很傳統 對 他平常會用的外帶包裝 四個袋子 雙油條的 然後那個 然後杯子 它超脆的 很像米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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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那個酥糖的 而且以前吃到油糖 它都會有點 冷的味道 冷的味道 有的味道 有的味道 有點調味 爛的味道 喔 好獨特的見證 我覺得有這樣子的味道 滿有味道 真的喔 吃完了杏仁茶 加 油條 沒錯 現在要去第三家店 其實我們 也是有點沒有辦法 避免掉一些 就是一次性的材料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今天 拿了自己的包包的碗 但是因為老闆 他是說他要用這個杯子 來量這個量 所以他還是用這個 然後也給我們 這個 裝油條 塑膠大 還有湯匙 湯匙 對 換我骰骰子 骰囉 四 一二三四 浩子有機會 跟明明是誰 請抽 請抽 算好嗎 最近有什麼煩燙的妹妹 洗澡水 花帶彩 然後工作接滿滿 好抽牌抽牌 任性吃 想吃什麼 就去吃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路上 就是發覺一些 上面沒有的事 走吧 GO 剛剛抽到這個 任性吃 想吃什麼 就是我們想吃口牛蛋 口牛蛋應該是一個 不容易踩雷的東西吧 欸我是美食地雷 你是美食地雷 好可怕 好啦我們去吃吃看 這邊的鳥蛋怎麼樣 走吧 好鮮喔 你要吃什麼醬 我要吃什麼醬 那飯娘有哪個醬是最脆 基本就是胡椒鹽醬 胡椒鹽醬油 胡椒鹽醬油 謝謝 好 小心燙 嗯 很好吃 我剛剛看的我吃啦 很怪捏 鳥蛋這種東西 就是來夜市的時候 最必備的小吃 下一家 下一家 這次用這個 可以瀝水的便當盒來塞一塞吃 來囉!我希望吃到鹹酥雞 欸!真的是啊! 就是他隨性的決定,最近的一家 鹹酥雞應該就是要吃鹹酥雞啊 好想吃螢子捲喔! 好胖喔! 你平常吃鹹酥雞都會吃什麼? 甜不辣! 我還蠻常常吃雞蛋豆 喔!我也喜歡吃雞蛋豆腐! 那家沒有,或是香菇啊 他沒有吃雞蛋豆腐喔! 他沒有,他只有百葉 你知道百葉豆腐是那個 油味還有那個 炸物裡面其實他熱量是非常高的 他吸滿了油的感覺 那我們點一個先吃雞蛋 你要吃什麼? 都可以! 老闆我們可以買一份錢 都可以用我們的lden大 感謝! 老闆不辣! 像我一樣辣! 哈哈哈哈 老闆不加辣了 呦還是太不辣 薯辣 原味る眼光 連那個胡椒鹽都不能加 胡椒的辣都不能吃 欸有啊 這邊有雞蛋豆腐嗎 那你要不要拿 嗯 不要不要 然後直接自律一點 還是你想吃我 良心過的豆腐自律 你說我對自己的自律嗎 我說沒有我這件事 我純妙的自律 那就再分一大豆腐 謝謝 你的天那麼累 你不是原味嗎 撒胡椒了啦 哈哈哈哈 我想說 我以為 我以為我連胡椒演的辣都配不上 好 謝謝 謝謝 好 哇 欸這個分量很多很重欸 老本在倒的時候 我整個嚇到 我想說 蛤 這麼多 然後我們還想吃法王餐 對 不小心忘記付錢了 然後我剛看到他的雞蛋豆腐 是整塊的 這樣子 雞蛋豆腐 雞蛋豆腐 然後那 過不期待你先吃 那你來的 好嗎 二十 二十 這個是什麼 雞蛋豆腐 看起來不像 對啊這看起來很像薯條欸 那是瘦我們一份薯條 嗯 那是薯條喔 真的是薯條 真的好 怎麼那麼又起 嗯 嗯 嗯 我跟你講我要吃 鹹的腐皮你知道為什麼嗎 會嗎 因為雞蛋豆腐皮就會燙飽 哈哈哈哈 欸好像滿聰明的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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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酥脆脆 嗯 嗯 煙蛋豆腐皮 欸這好吃耶 這不會柴耶 我覺得雞蛋豆腐真的是我心頭的 因為你不管是吃那種 有一種 泰式料理就會有焦麻豆腐 然後還有川菜會有一道叫老闆 然後它其實都是類似的做法 雞蛋豆腐 超嫩嫩的 嗯 嗯 我覺得我們先走出去然後改下一家 好 好 吃的精光 我覺得鹽酥脐應該已經是熱量最高輸了 沒錯 我們這晚上到底吃掉了多少熱量 非常多熱量 對啊還沒結束喔 最後一次骰骰了 你現在想吃什麼 我最多能接肉就是一點 涼涼堆 一點涼涼堆 好想讓你骰到滷肉飯喔 包輸你這樣 我就是當下突出 哈哈哈哈 那我們就 三 六 六是嗎 六 一 一二三四五六 六 繞一圈了 繞一圈了 是假的 那我們就原地結束了 所以我就這樣 欸怎麼出來 這衣服 那我是不是要來結算一下我們今天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用環保餐具的話 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會消耗多少的餘次吃餐具 還有包裝袋 來了喔 連這個裝免洗餐具的袋子都如實的環保 首先呢是我們最後的鹽酥雞攤 叉子兩根跟袋子 開始的餐生有幸 叉 喝豆腐碗 你現在是免洗餐具的富翁了 那個湯叉 四根湯匙 一根湯匙 四張這個原本要吃油條的 新能油條的 帶帶 還有一根西瓜 其實算起來真的是不少量的免洗餐具 所以其實環保這件事情 不只你心態要去做這件事情就很難 其實你真正執行上還是需要 很需要用心 真的 因為挺難麻煩的 這一些我們都會把它放在我們自己的 可愛小包包裡面 然後以後如果是在 迫切需要的時候才會拿出來使用 畢業室雖然是大家都很喜歡來 但是下次如果可以準備 自費那些環保餐具的話 其實可以就是讓 這個大自然少一點點 可以更的孤然 更加美好 那我們今天的環保大富翁就 到時候結束 掰掰 掰掰 謝謝你來看完影片 掰掰 更多 我們 我們 每次